消音器是如何降低枪械噪音的 作为一个射手 没有一个人希望在执行任务时 自己的枪声震耳欲聋 于是就有了消音器 在枪口加装一根长管子 开枪的声音就从爆破声变成扑扑声 在一些影视电视剧里 甚至隔壁的人都听不到枪声 即使没有消音器 也会隔着枕头棉被开枪 从而降低声音 那么实际使用时 这样做真的可以降低枪械噪音吗 消音器又是如何降低枪械射击声音的 除了消音之外 它还有什么用处 在了解消音器之前 我们需要知道 枪械在射击时 为什么会发出噪音 枪械噪音分三种 分别是枪械撞击噪音 弹道噪音 以及弹口噪音 机械撞击噪音 也就是枪械零部件运动 和撞击产生的声音 弹道噪音 则是子弹超音速飞行时的音爆 噪音的高低 取决于子弹的速度 这两类噪音 消音器无法处理 膛口噪音 则是因为膛内高压燃气 在出膛后瞬间膨胀 其产生的冲击波 会引起周围空气震动 从而产生噪音 相比较前两种噪音 膛口噪音是最响的 也是消音器的主攻方向 严格来说 消音器这个名字不是很准确 正确的学名 应该是抑制器 也就是抑制噪音 其工作原理 与汽车尾气的消音器类似 既然声音 是因为燃气突然膨胀导致的 那就让它慢点膨胀 或者逐渐膨胀 减少燃气最后冲出的压力 强声自然也会变小 按照基本结构工作方式来划分 常见的消音器主要分三种 第一种就是利用隔板分级泄压 在消音器内设置多个隔板 对材料形状都没有要求 只要在隔板中间留一个可以让弹头通过的孔 就可以了 这种带隔板的消音器 可以将高压燃气以涡流的形式减缓冲击速度 削弱燃气的能量 经过隔板处理后 燃气在消音器前端排出的时候 压力大大下降 声音也会变小 这只是初级的使用方法 当前的枪械也会使用另一种方式 有些消音器为了提高抑制噪音的效率 还会使用偏心结构 具体来说 就是子弹通过的孔 不在消音器中央 而偏在一侧 增大另一侧的膨胀枪体积 制造更长的排气通道 第二种消音方式 则是利用多孔材料 比如钢丝网或者铝屑填充层 利用这些材料的孔洞缝隙 增大火药燃气膨胀时的阻力 吸收其能量 以减小枪口噪音 在一些影视剧中 大家可能会看到使用枕头 顶住枪口后再开枪 声音明显变小 事实上的确可以做到 这就是利用多孔材料吸能 减少枪口的噪音 只是这种消音器 不容易擦拭保养 寿命较短 第三种则是利用软质密封垫 这种消音器的结构最简单 只需要在消音器内部 加装一层 或者数层橡胶 泡沫等材料做成的密封垫 子弹通过密封垫时 需要挤开一条通道 因为密封垫的弹性 子弹飞出去之后 橡胶能马上收缩还原 将火药气体密封在消音器中 只能通过密封垫中央的缝隙 一点点的排出去 捷克歇式微声冲锋枪的消音器 就是采用这种原理 不过这种方式的消音器 缺点很多 弹头在接触密封垫后 会影响正常飞行 而且射击次数太多的话 密封垫中间的孔就会越来越大 消音效果也会有所减弱 必须频繁更换密封垫 不过现代的枪口消音器 很少使用单一结构 一般都是通过不同的消音结构结合 抑制枪口噪音 比如一些消音器 在木端开有一些小的排气孔 当弹头通过这些排气孔时 就会有一部分火药燃气 通过泄气孔进入消音器的后室 这里放置一些缠绕的金属网 利用多孔材料吸收燃气的能量 之后被减速后的燃气 与剩余火药燃气进入消音器前室 这里有其倾斜的隔板 燃气通过这些隔板时再次被减速 到消音器前端开口喷出的时候 压力已经大大下降 噪音也会大幅度下降 英国的L34A1式冲锋枪消音器 就是这种组合式消音器 兼具网式消音器 与隔板式消音器的优点 使用传统的消音器 可以将枪口噪音降低10到30分贝 虽然这个数字并不大 但实际效果很好 对于枪系而言 减少20分贝 并非单纯做个减法 一般情况下每增加10分贝 声音强度就会增加10倍 所感受到的声音响度增加1倍 也就是说20分贝声强是0分贝的100倍 而响度是4倍 减少20分贝 也就意味着声音的响度会减半 不过在特战领域 单单使用消音器 还是不行 上面也说了 枪系的噪音主要是由三个原因构成 除了膛口噪音 子弹出膛时的弹道噪音也很明显 于是就有了无一声武器 有一些武器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低噪音 除了把消音器结合到枪上 还使用了弹头更重 装药量更少的亚音速子弹 或者采用一些特殊设计降低弹速 比如MP5冲锋枪 其普通版本采用9毫米子弹 枪口出速每秒400米 有效射程为150米至200米 而其专门的微声型号MP5SD 特意使用短枪管并增加泄压控 子弹出速只有285米每秒 有效射程仅100米 一般情况下 消音器的使用寿命都很低 原因也很简单 其减少噪音的过程 就是将气体的动能转化为热能 高温燃气会降低其寿命 M249机枪 在配备消音器的情况下 连续开枪大约700下 消音器就会直接化掉 同时消音器的内部空枪 也会堆积火药燃气颗粒 一些内部填充吸音材料 和气体缓冲都会被堵塞 相比之下 微声武器的使用成本更高 并且射程较短 只在特种情况下才会使用 总的来说 膛口噪音弹道噪音都有办法解决 机械噪音的话 一般的半自动武器真没办法 不过一般情况下 枪械只配备消音器就够了 其实战作用主要是误导别人 并非完全消音 实际作战时 消音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改变枪械的声音 加装消音器之后 枪械的声音不再是清脆的爆破声 而是比较沉闷的扑扑声 在喧嚣的环境下 可以误导别人对声音的判断 第二个是避免对方通过声音和枪口烟 来判断开枪位置 消音器自带消焰作用 可以轻微掩盖枪口的焰火 第三个则是可以让射手实现精准射击 消音器的作用不只是消音 通过改变高压燃气的流速流向 部分消音器还有助于降低机械后座力 减小枪口上跳的幅度 从而保证射击的稳定性与精度 加上消音器的消焰与消焰功能 还能使射手不被烟雾与火焰的干扰 从而专注于准形和目标 如果在远程精密步枪上安装消音器 也可以看作加长枪管 从而提高子弹的射程 不过枪管并非越长越好 事实刚好与此相反 消音器有时会影响枪械使用的灵活性 最好的选择应该是 在缩短消音器长度的同时 确保消音性能不降 第四个则是有利于战斗小队 在战场上协同作战 有国家曾做过实验 将使用消音器枪械的战斗小队 投入巷战演习 结果显示 虽然在短距离点射 与密集射击时 枪声虽然依旧存在 但已经明显减弱 这使得射手在作战时 清楚地听到口令 从而更好地实现战斗协同 此外降低噪音 对射手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 哺乳动物的听觉毛细胞 受伤后是不会修复的 死一个少一个 而开枪时的噪音 可以达到160分倍 甚至更高 会对听力造成永久损伤 美国国立保健学会曾表示 几乎所有枪械开火时的噪音 都超过140分倍的安全水平 因此不使用消音器的猎人 大多都患有永久听力损伤 很多猎犬跟着打猎 两到三年后都会耳聋 装备消音器之后 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 当然传统的消音器并不完美 气体溢满消音器后 会反向倒关进入枪支内部 从而损害枪支 并且即使使用消音器 开枪时的噪音 也会有100分倍左右 于是消音器也开始加科技 比如改进隔板 进一步减缓高压燃气的流速 或者利用特制的多孔吸气材料 提升消音的效率 再高级一点 那就是利用电子设备 产生反向声波 抵消枪声 或者使用频率一味的方式 将噪音调为 人耳听不到的波段等 不过这种高级的消音方式 价格比较昂贵 注定无法普及 一气多用 才是消音器的未来 随着科技的发展 一些之前看似 无法调节的矛盾 已经可以解决 比如枪口支退器 与消音器 之前都是各玩各的 现在已经可以 合二为一 2020年的时候 美国陆军就宣布 研发了一种 集成枪口支退器的消音器 并将其命名为枪口 这种装置 不仅可以将枪声 降低一半 枪口炎 缩短四分之一 还能有效减小 射击后座力 总的来说 消音器并非完全消音 在战场上 消音器的作用 更多是让百米之外的敌人 听不到 或者误判枪声的距离 而在巷战 或者室内作战时 枪声依旧很明显 像那种室内开枪 隔壁都听不到的影视剧 大家看看就好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 消音器在未来 还能起到什么作用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君 下期见 assessor 感谢 消音器 核桑 相画 核桑 优业 敌 Twe 我们 中